防火建材也有新发现 中正高宫的师生是以牡蜜壳做出了防火建材 这项发明技术还获得了全国创意竞赛的第一名 师生是将牡蜜壳敲碎后 在参入不同比例的墓穴当中焦合成木板 燃烧的时候火势不至于扩大 也进一步达到防火的目的 学生将收集来的牡蜜经过处理之后敲打成碎片 在参入不同比例的墓穴中 焦合成木板 透过鱼燕测试每块木板的碳化面积 发现其中的奥秘 我们进行防液测试 将六个不同的纤维板进行60秒的防液测试 我们将本身灯移开之后 纤维板自身燃烧后 再观察它的燃烧情形 由于燃烧时 牡蜜壳中的碳化钙会产生二氧化碳和氧化钙 可以降低可燃物周围的氧气浓度 火灾来临时可以达到防火的效果 而使用原本要废弃的牡蜜壳也具有环保概念 那我们在固埃当中我们可以知道 牡蜜壳碳酸钙的成分如果受过加热的处理的话 它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个性能 那我们化工科就是主动跟建筑科去产生跨群的合作 收集牡蜜壳洗干净之后铺晒完之后 我们就拿下来进行我们的把它敲成粉的动作 敲成粉我们敲了一到两个月 因为没有比较好的工具所以我们用铁锤敲 敲得也蛮辛苦的 至于要参多少比例的牡蜜壳 师生们经过实验发现 只要加入超过60%的牡蜜壳穴 就具有防火的效果 在燃烧几秒后木板上的余火就会自动熄灭 不会向四周扩大燃烧 那过程当中是把牡蜜壳跟木屑进行去做混合的比例 然后我们找出最好的比例之后去测那个防火性能 因为毕竟每一家的黏着机的那个调配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这项研究动机原本从一位同学家里失火的经验发现 经过老师的指导研发牡蜜壳防火建材 获得全国创意竞赛第一名 也在防火建材的制程上开启环保材料的运用 记者张盛民 赖昌邦 高雄报道